我好喜歡圖書館 我好喜歡圖書館 在圖書館我可以看好多我喜歡的書 但是書好多要回家了都看不完 你可以帶戶口名簿證本來頒戒月證哦 每張戒月證可以借10本書 借其30天 5本熱門館藏借其14天 另外還可以借3片試聽資料 借其14天 這樣就可以把書借回家看囉 圖書館有借書機 可以使用哦 我可以自己借書 讀取借月證號碼 讀取書的條碼 往前推到紅線 借一周記 借好了 那我想要看這一本書 我要怎麼知道圖書館有沒有呢 你可以利用圖書館的電腦來查書哦 讓我來教你如何查詢圖書吧 首先連接到台北市立圖書館的首頁 連選左上方的館藏查詢系統 輸入想查詢的書名 選擇點藏館 確認是本館有的藏書 而且沒有被借走 抄下所書號就可以到書架上尋找囉 鎖書號是由分類號及作者號所組成的 你可以依照鎖書號到書架上找書哦 首先找到873英國文學 再來找到873點599 接著是4751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想看的書被借走了怎麼辦 你可以使用預約的功能哦 讓我來教你如何預約吧 首先連接到台北市立圖書館的 書館的首頁 連選左上方的館藏查詢系統 輸入想預約的書名 連選預約 連選預約 選擇到全 below 選擇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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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通知方式 有無需通知 有無需通知 電子郵件 電話通知及手機簡訊 順順共四種 連選新增預約紀錄 預約完成囉 YA 我預約的書到了 要記得在取書的期限內來借書哦 如果一年內累積三筆預期未取的紀錄 會被暫停預約的權利90天哦 我好喜歡圖書館 在圖書館我可以聽故事 每週六下午2點半到4點 有林老師說故事 另外還有英語說故事 英語說故事的時間 每個分館不一樣 要記得先跟櫃台確認哦 我好喜歡圖書館 在圖書館我可以當個小博士 每月雙數週的週五 由總館各分館及民眾越南市 公布問題於兒童市 及兒童版的網站 每答對一題 電腦自行累積點數1點 集滿10點點數 就可以兌換圖書禮券100元哦 如果你想挑戰更豐富的知識 獲得更精彩的獎品 歡迎參加每年在寒暑假舉辦的 寒暑期閱讀活動 一定讓你收穫滿滿哦 我好喜歡圖書館 在圖書館我可以使用電腦 電腦使用時間及方式 登記 是開館到壁館前的30分鐘 使用方式 平證件登記使用 每人每次使用時間為30分鐘 使用電腦並保持安靜 遵守秩序 不可以影響他人使用哦 我好喜歡圖書館 那圖書館每天都會開嗎 台北市立圖書館的開館時間 周二到周六是上午8點半到晚上9點 周日和周一是上午9點到下午5點 在開館期間可以自由進入館內閱覽 六歲以下的小朋友請由家長陪同哦 申請借閱證及借還書的服務 在壁館前30分鐘停止受禮 經政府公告的放假日為收館日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 為圖書清潔整理日 不對外開放哦 在圖書館除了可以唱書 還可以聽故事用電腦 當小博士 所以 我真的 真的好喜歡圖書館 。 對 我真的真的好喜歡圖書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